嘿咯,大家好,我是八七男 今天有沒有覺得我的衣服的顏色好像怪怪的? 其實不是怪怪的啦,是我太久沒有穿這樣子的顏色的衣服了 今天為什麼會穿這樣子顏色的衣服,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 為什麼我今天會穿這樣子顏色的衣服,就是因為 這雙鞋子好像是在我兩年前的時候買的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拿來穿 它也不是說很貴重,就是不捨得穿 Air Jordan Futuro Air Jordan Futuro 其實它有很多個配色 之前我有看中一個配色就是全黑的 因為它的編製很美 所以我今天要開箱這個,在還沒有開箱之前 我順便跟廠家說一聲 如果你要贊助我鞋子開箱的話,記得 我是EUROKE 44號到45號 如果好像EZ這樣子啊,比較窄一點的鞋子 你就可以給我45號 先在這裏跟未來的廠商先跟你們說說謝謝先 OK,記得啦,我的鞋號是44跟45 Air Jordan Futuro 有很多個設計版本 一大堆 一大堆的設計版本 然後我是選我沒有的顏色 我沒有的顏色我都會買 但是我有了的顏色基本上都不會買 OK,比如我有EZ那個麥當勞顏色黃色的EZ 黃色了嘛,我就不會買黃色了的 我有那個Air Jordan紅色的 所以紅色的鞋子我都不會買的 然後我有黑色的一袋全黑的 還有灰色,那個Adidas EQD灰色 灰色的顏色我也不會買的 所以只要我有了的顏色我都不會買 這雙鞋子它的顏色 Air Jordan有一個用型的位置 就是它有印23號 每次一講到這張紙我都會吐槽EZ的鞋子 因為EZ的鞋子它的這張紙沒有印東西 完全就只是好像普通的紙張 好,EZ你的鞋子賣到那麼貴 麻煩你的這張紙用心一點啦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很用心的就是Air Jordan的 23號 OK,所以我今天來開箱的鞋子就是這雙 為什麼這雙鞋我放在儲藏室 放了兩年都沒有拿出來穿的 其實是有原因的 就是我很多時候我的穿著都是跟這雙鞋子搭不來 所以我都沒有拿它來穿 我的穿著搭配是這樣子的 就是上半身有什麼顏色 我的鞋子都會配那個顏色 比如我上半身都是黑色 我的鞋子應該都會穿黑色 如果我上半身是黃色 就算我穿黑色的D-shirt 但是我會弄一個小巧思 弄一個有黃色的東西來配色 不然就是帶一個黃色的腰包 我就可以配我的那雙EZ的鞋子 我都是這樣子搭配的 就是上半身有什麼顏色就配跟我的鞋子 所以我上半身很少會有這個顏色的出現 今天破例了我去找這樣子的顏色來穿 所以這樣子就配了 其實這雙鞋子是超級無敵低調的 低調到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一雙Air Jordan 可以說是Air Jordan系列裡面最低調的鞋子就是它 你沒有跟人家講這雙是Air Jordan 幾乎人家都看不出 你看,你看得出現Air Jordan嗎? 根本就是一雙普通的鞋啊 你看,鞋底都沒有Air Jordan的logo啊 沒有Air Jordan的logo 鞋旁沒有Air Jordan的logo 鞋的內側,鞋的外側,OK你看 沒有Jordan的logo 然後只有在這裡,那麼小個的Air Jordan logo 所以這雙鞋子超級無敵低調的 如果你想要買Air Jordan 但是你又不想給人家覺得你在收 off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鞋款 就是Air Jordan Future Road 它有很多種設計 而且不是每一雙都是用這樣的材質 這就是它特別的地方 還不錯,它的鞋舌還是有Air Jordan的logo 然後鞋墊也是有一個Air Jordan的logo 所以它這雙鞋總共有一個Air Jordan的logo 兩個,跟鞋墊 三個 所以你要給人家知道這雙是Air Jordan 就只有靠這個 就只有靠這個而已 OK,問題來啦 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一旦你穿長褲 你的這個就蓋掉啦 人家就不知道是Air Jordan了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可惜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也沒有很多人入手這雙鞋子 幾乎都沒有什麼看到人家入手這雙鞋子 我覺得就是太過低調了 人家買Air Jordan 用這樣的錢買Air Jordan 就是為了多多少少有一部分就是為了 要給人家知道我穿的是Air Jordan 而不是紮飄還是什麼 這雙鞋子的設計就不能讓你收 off OK,它的設計 它這裡綁鞋帶的位就是很特別的 人家通常都是這樣子直下來的嘛 所以它是歪一邊的 很喜歡Jordan的鞋的 都會知道有這個鞋款 因為很容易認罷了 不是看它Air Jordan的logo 而是看它這裡的設計 它是去旁邊的 所以它的兩個是這樣子的 就是外到內哦 而且它的鞋帶是屬於比較細的款 這雙鞋用的材料都屬於比較透風 看到很多個動動動動動 它是屬於比較透風的 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 可以保護到你的腳 然後它的設計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看哦 它這裡都很完美 就是對外面的鞋角 對外面的人家看到是看到這裡 很完美,對嗎? 但是很可惜的是它 它這條很難看 哦,因為它不是 它也沒有在這裡收尾 通常人家都是鞋子這樣子 然後在這裡收尾 沒有它收尾在這裡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收尾有點難看啊 它又沒有把一些東西縫上去 做一點設計把它蓋起來 我是覺得 這是一個很可惜的地方啊 所以這個真的很難看 真的真的很難看齁 鞋底幾乎上你一眼看過去你就覺得哦 就很普通 就真的是很普通的鞋底 然後這個鞋底呢 它這裡有一塊東西 就比較屬於硬的 這裡是軟的 這個屬於硬的 我覺得這個它主要的目的就是 支撐你的腳 相信在過不久的 將來我很快就會拿這雙鞋來穿的 不然鞋子放了兩年都還不要穿它 我是覺得非常可惜的 但是我希望我穿它的時候 它不會跟我爆裂 因為畢竟鞋子是這樣子啊 你放了太久你沒有穿哦 你一穿上去哦 我跟你說肯定會開嘴巴 鯊魚開嘴巴 所以我希望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發生啊 如果有哪個廠商需要我幫你做開箱的話 可以把鞋寄給我 然後呢我的鞋號是 Europe44號 如果鞋子的設計比較偏小的話 你可以給我45號 所以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開箱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鈴鐺 我是八七男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Send me I know you do Send me I know you do Send me Darling you Send me I know you Send me